对于鲁能九三后方铁闸李松义来说,今年或许是他在球队最困难的一个赛季,上赛季爱德国人马加特手下,李松义从中后位位置上被改造成边后位,成为了马加特手下重要的轮换球员。 去年他在联赛里一共代表鲁能出场出场17次,其中受81次,可以说在马加特手下他的未来一片光明,不过随着马加特的离队,李肖鹏接球队后,李松义彻底的被雪藏起来,在鲁能中位位置上,吉尔和戴林的组合无人取代,而在边后位的位置上,无论王同还是刘洋都立压李松义一头。 所以现在,李松义在鲁能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鸡肋,很多球迷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惋惜。 今年联赛至今,李松义还是零出场,他只在足鞋杯中出场过一次,还想演了梅开尔渡。 不过即便他表现得很出彩,李肖鹏在联赛里,还是一直无视他,更多的时候,他都是出现在预备对联赛里保持状态。 所以也有很多球迷认为,今年只有25岁的李松义应该主动去寻求战会,其实做鲁能足鞋出品的优秀学员,李松义也算是年少成名。 他曾入选过中国国卿等多支国字号梯队,实力无庸置疑,不过鲁能队内确实人才积极,再加上他的球风,或许李肖鹏不是很看重,得不到出场机会也很正常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在明年东窗开启后,是寻求一支可以保证出场时间的球队才是重中之重。 对于李松义来说,只要他出现在转会市场上,绝对不会缺少买家,目前中差多支球队都继续在后方上进行补充。 所以明年东窗开启后,只要李松义进入转会市场必将成为强首货,特别是千金全减。 他们今年猛攻恒大铁卫周周五果后,明年还面临全静元服兵役,所以俱乐部还会在后方位置上加大演员力度,而李松义完全符合全剑的演员要求。 如果明年李松义可以加盟全剑,对于双方来说将是一个双赢局面。